艺术家的创作灵感经常是来自于他生活的周遭环境 有一位纽西兰的艺术家他就受邀来到花莲驻村创作 在九个月时间里他创作出一系列很可爱的人偶还有动物 他也特别喜欢台湾的宗教和民俗文化 这个阿多亚除了收藏神佛雕像 他也把这些元素放进了作品里 接下来我们来看阿多亚眼中的花莲 花朵盛开在晴空下 夜落花蟹之后有飞机飞过 阿亚一下子乌云密布 打雷下雨了起来 充满童趣的动画是纽西兰艺术家 Jim Cooper的作品 你愿意放在晴空上的高级 我想大概是这样的 国际上获奖无数的他 这次在台湾推出花莲印象展 这节目是由台湾的国家 我已经工作了9个月 我还在台北的展示宿 Jim受邀到花莲及安乡的回南瑶住村 雕塑出他观察到的当地人事物 每天忙着制土塑形 上又摇梢 完成一系列充满动作表情 色彩鲜艳丰富的 微笑人物与动物作品 除了不同的原住民族 因为他很关心流浪狗 所有的动物里面 小狗的比例最高 坚持原创的他 连泥土都是从花莲带来的 这个是乙塑料 还有这是环渣 这就是环渣的环渣 最好习的环渣 对着 Jim抽空教小朋友捏陶 给学生们上陶译课 热爱台湾文化的他 还带头套 PC 服 扮起财神爷和关公 还收藏台湾宫庙的神佛雕像 他的作品里也重塑 这些仙佛的形象 我個人不覺得我會提供工作人員 這就是工作人員提供自己的東西 愛上台灣的紐西蘭藝術家 用陶藝捏出心中的花蓮 看到全樸之外熱鬧又繽紛的台灣印象